1月29号,海内外家庭《浪中过大年》活动在春节发源地四川浪中正式启动 来自韩国、芬兰、泰国、巴基斯坦等国家和地区的海内外家庭 将在浪中唱川剧、学渣染、敲城中、上花轿、抛袖球 体验千年古城的民风民俗 巴基斯坦小伙儿夏木穿上戏服在浪中古城的侯家大院里体验了一把川剧 跟着老师学从唱枪到走位 再到举手投足,甚至是眼神 夏木虽然动作显得笨拙 但努力认真的劲儿引得台下认真掌声 在古城里的染防客栈 韩国驻成都总领事馆总领事 张提赫和夫人在济师的指导下将白色棉布浸泡水之后再用模具进行包裹 最后用五条皮筋扎成圆柱状的布团 随后他们将布团放在用板蓝根提取的生蓝色染料中浸泡 并轻轻轻柔搓 几分钟后,一张燃有同心圆图案的棉布成功出路 我非常感谢帮助我们有这样的机会 感受中国的文化的传统 这是真正的中国的特色 西汉时期,八郡浪中人洛夏宏编制了胎初历,恒定了春节 中华民族从此有了过春节的习俗 春节也成为中国最盛大的传统节日 因此,洛夏宏被誉为春节老人 中国浪中被称为中国春节发源地 据悉,海内外家庭浪中过大年活动将从1月29号持续至2月1号